在今天隨著風向變為偏著東南風上來 各地中午的溫度都偏暖 尤其南部地區已經到了二十九度 中部地區到了二十七 北部也有到達二十六度了 天氣暖之下 還是有幾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就來看看 明天出門去要注意什麼了 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早上的時候 一大早天氣涼 雖然沒有今天這麼的涼 今天清晨的新北只有十三點五度 但在明天的早上的中部以北 還是只有十七度 早出晚歸 騎車的朋友穿著方面要注意 不過到了中午 穿著還真要注意 因為中午的高溫 就可以上看到二十八度了 中午的感覺更暖和了 要提醒你在戶外活動 記得要補充水分 還有一點不要穿得太厚 要不然你整個人都會覺得快中暑了 但到了下午以後 在西半部地區的朋友 會注意埋害的現象 會變得更為明顯 風速偏小 在台中以南到屏東以北這一段 空氣品質相對的會明顯的偏差 而到了晚上的時候 西部地區跟外島地區 就容易會有一些薄霧的現象出現 明天東部地區有點雨 西半部天氣晴了 我們的天氣狀況到了禮拜六 東北季風要增強 北部地區溫度會轉涼 就來看什麼看看真實色彩的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先注意到台灣上空天氣晴了 從北到南天氣晴中午的溫度回到舒適的天氣 北方有雲帶最主要在高緯度通過 主要通過的就在山東半島這邊 但是我們明天的時候會因為北方有個微弱的高壓系統 他在東移的過程當中 吹著偏著東北東風進來 使得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的淫風面 有一點點零星的降雨的狀況出現 雨的部分並不會太明顯 但會有局部的飄雨的現象 在東北角這邊出現 但是到了西半部地區 全部都是天氣晴朗 而溫度形態來說 因為冷空氣的強度非常的弱 只是風向的改變 所以在溫度形態來說 仍然是中午偏暖 早晚涼的天氣狀況 我們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可以看到高緯度的高壓系統 都在比較山東半島附近的韓國通過 而我們的天氣狀況 什麼時候開始改變 到禮拜五的晚上的時候 北方冷高壓 開始帶進來強的冷空氣 所以在禮拜六 禮拜天 南來北往的溫差就會明顯偏大 來看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晚上的溫度 在外島地區仍然偏涼 明天白天的高溫部分 都有在二十度以上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二十六 中部二十八 南部二十七度 西部都天氣 台北東邊 東北角道 北部海岸線以及花蓮以北 有點短暫雨 花蓮以南到台東是雲亮多 早晚降雨 小丁鈴兩件事情要提醒 空氣品質比較偏差過敏的朋友要注意 早出晚歸天氣涼 騎車要保暖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但是 現在下定的話 我會把這個折扣碼 我會把這個折扣碼